路加福音第五章 有一次耶稣站在格乃撒勒湖边 群众拥到他前要听天主的道理 他看见两只船在湖边停着 渔夫下了船正在洗网 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满的船 请他把船稍微划开离开陆地 耶稣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群众 一讲完了就对西满说 滑到深处去 撒你们的网捕鱼吧 西满回答说 老师 我们以整夜劳苦毫无所获 但我要遵照你的话撒网 他们照样伴了 网了许多鱼 网险些破裂了 他们遂招呼别只船上的同伴 来协助他们 他们来到 装满了两只船 一只船也几乎下沉 西满伯多鲁一见这事 就跪伏在耶稣膝前说 主 请你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西满和同他一起的人 因了他们所捕的鱼都惊骇起来 他的伙伴及再博德的儿子 雅各伯和若旺也一样惊骇 耶稣对西满说 不要害怕 从今以后 你要做捕人的渔夫 他们把船划到岸边 就舍弃一切 跟随了他 有一次 耶稣在一座城里 看 有一个遍体长賴的人 见了耶稣 就俯首置地求他说 主 你若愿意 就能洁净我 耶稣便伸手抚摸他 说 我愿意 你洁净了吧 赖病就立刻由他身上退去 耶稣 切切嘱咐他 不要告诉别人 并说 但要去叫司机检验你 为你的洁净 献上梅色所规定的 给他们当作证据 他的名声更传扬开了 所以 有许多人 齐吉来听教 并未治好自己的病症 耶稣 却退入荒野中去祈祷 有一天 耶稣正在施教 几个法利塞人 和法学士也在做 他们是从 加里雷亚和犹太各乡村 及耶路撒冷来的 上主的德能 催破他治病 看 有人用床抬来一个患瘫痪症的人 设法把他抬进去 放在耶稣跟前 但因人众多 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上了房顶 从瓦中间 把他连那小床系到中间 正放在耶稣面前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 就说 人啊 你的罪赦了 经师和法利塞人 开始蠢夺说 这人是谁 竟说泄毒话 除了天主一个外 谁能赦罪 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就向他们说 你们心里蠢夺什么呢 什么比较容易 是说 你的罪赦了 或是说 起来行走吧 但为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权赦罪 便对贪子说 我给你说 起来 拿起你的小床 回家去吧 那人 立刻在他们面前 站了起来 拿着他躺过的小床 赞颂着天主 回家去了 众人十分惊奇 并光荣天主 满怀恐惧说 今天 我们看见了 出奇的事 死后 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睡吏 名叫雷卫 在睡官那里坐着 便对他说 跟随我吧 他便舍弃一切 起来跟随了他 雷卫在自己家中 为他摆设了圣言 有许多税吏和其他的人 与他们一同作息 法利赛人 和他们的经师就愤愤不平 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 耶稣回答他们说 耶稣回答他们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我不是来照教义人 而是照教罪人悔改 他们又对他说 若汉的门徒屡自尽时 行祈祷 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而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 耶稣回答说 伴郎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岂能叫他们进食 但日子将要来到 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 在那些日子 他们就要进食了 他又对他们讲比喻说 没有人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做补丁 补在旧衣上的 不然新的撕破了 而且从新衣上撕下的补丁 与旧的也不相衬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的 不然新酒要胀破皮囊 酒要流出来 皮囊也破了 但新酒应装入新囊 也没有人喝着沉酒 愿意喝新酒的 因为他说 还是沉得好 2 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